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是红酒或者白酒 白酒不是中国白酒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叫葡萄酒的话是葡萄做出来 但葡萄有不同的类 像红酒的话讲出来的话太多了 对不对意大利已经自己有十几个不止 所以大部分的话红酒是Cabernet Seven Young最有名 然后Merlot 还有Cat Franck 还有Zinfandel 还有Pinot Noir 就是我们刚才讲布格尼的酒很有名的 还有很多不同的红酒 Ciraz 这一类的 然后白酒呢有Cardonnay可能最有名 Sauvignon Blanc 然后有Saincier的也是Sauvignon Blanc一类的 有法国的有这个Riesling 有这个Guerstermine 因为中国人好像比较觉得这个很配中国菜 中国菜 很多很多不同的白酒 所以这边每个葡萄呢做出来的酒的口味都不太一样 各有特色 对不对 对 各有特色 当然有的时候它会混在一道 像Merlot跟Cabernet可能会这一道 Cardonnay有的时候大部分是 是纯的 是不会加了Sauvignon Blanc在里面 但是新世界的酒可能他们也会 像澳洲的地方它可能会变一下会 三四种加在一道 所以第一种主要了解的话是酒类比较喜欢哪一种 也许你喜欢比较重一点的 浓一点的 Tunning 比较高一点的话 那Cabernet Sauvignon的话 可能口味比较适合这种重口味的人 你比较喜欢Soft一点的 比较Elegant 比较Perfume Flower这一类的 听起来像是我喜欢 对 比较Perfume Flower 对 女士 Generalization 讲起来 但是女士可能是比较喜欢Perfume Flower 男士是比较喜欢Cabernet 但是我不愿意 不一定啦 也是看个人喜好 其实一般来讲可能男生 喜欢Cabernet比较多 对 在上海现在就是 因为我们 我现在在上海那边有声音也有电 我发觉那边的人 因为对红酒 比较尊重 他们也喝茶喝的比较多 他们对这方面的口味呢 比较喜欢有Tunning 比较有Structure 所以比较Strong一点的酒 其实不太喜欢喝 上海人喜欢吃甜的东西 但是他的酒不喜欢一定甜 可能就搭配食物啊 食物已经很甜了 所以酒就Dried 对的对 嗯 ok 那像我们一般来讲 入门的好了 我们要去看酒 选酒 也许去买酒 怎么样知道说某一种酒 它是不是好呢 最重要是你要知道你 你喜欢的是什么酒 你上次喝的 你对你口味来觉得 比较可以接受的 你慢慢的来 没关系 因为大部分说起来的时候 你第一次喝的酒 也许比较喜欢甜一点的 再慢慢的喜欢比较干一点的酒 但是 你了解以后 你觉得 这个对你这种 好像 我有会想到 比较喜欢喝Cabernet 或者Pinot Noir的话 你就可以去慢慢追求 什么 谁做的Pinot Noir 谁做的Cabernet 比较对你的口味好 必定要说最贵的酒 就一定是好 因为可能你 买了很贵的酒 你不了解的话 可能你还觉得 哇 这个不值那个钱 慢慢来 没关系 所以一开始 你可能要试一下 看你喜欢哪一种种类 然后等到你渐渐更了解 哪一种种类的 可能哪个地方啦 或哪个酒庄啦 就再接 对 因为我们在加州 这边 哇 几千 对 其实我们很得天独厚 对 对 酒厂多得很 像你到Safewage 有很多酒 你不同的 可以去试试看 有的时候 你 不要看价钱 你就自己去评一下 觉得你 自己觉得怎么样 跟朋友 大家 买一瓶过来 分享一下 把一个袋子包起来 不知道是什么酒 然后尝 然后慢慢就会了解 自己对自己 了解的话 以后 凭酒 买酒 都会聪明很多 那我们现在这边有一些 这个 George今天特地带来的 非常感谢你 我们要不要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些酒呢 像今天这个呢 是一个 一个Zinfandel Zinfandel的话 味道比较 水果 这个fruit flavor 比较重一点 而且 Bordeaux 这种红酒的 有肩膀的 大部分是 Bordeaux style Zinfandel 当然不是Bordeaux的一个blend 不是讲太复杂 那这个Ciraz呢 是澳洲的 在加州叫Ciraz 是一类的gripe 所以是一类的葡萄 你看看 这是Hell Mountains 是Napa Valley的 北边一点的一个 右边的一个山上 那边的葡萄的味道 有特别的味道 那这个是澳洲的一个Ciraz Peroza Valley Peroza Valley 也蛮有名的 他们做Ciraz 很有名 Ciraz在澳洲是No.1 grape 最出名的 然后都会有年份 像这个2006 一定有年份 这里很重要 你们买酒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到 第一就像 我姓陈 那这个酒呢 也有一个姓名 就是他家里谁做的酒 你要看到这个酒 对不对 你看这个是Elderton 这边是 这个 这个 我的Justice Vineyard 对吧 然后你要看什么葡萄类 这Pero Noir 这边是Ciraz 然后是哪里出的 这边是Veroza出的 OK 这边是这个 Wallama Valley 是Oregon Oregon那边出的Pero Noir 非常好 然后再看年份 最最基本你要看到 这四到五样 这个Label上面 咨询上面 都在上面 年份每一年也不一样 像年份在 特别在法国 差别的话 也价钱也差别了很多很多 像05年的Bordeaux 价钱都上千了 对不对 是因为那一年的Bordeaux 特别好吗 对 因为它的Growing Season 它做出来的葡萄 他们觉得 品质最好 品质最好 可以放置时间最长 越来存起来的话 越值钱 越来越好喝 是 那这边是红酒 那像我们Napa Valley 这附近呢 哪一年的酒就好 Napa Valley 所以 the weather 就是这个天气呢 没有像法国那麽差别 那麽厉害 所以但是好的话 这边 像你说 01年02年03年都非常好 是 这些 加州的酒的话 大部分 说起来大部分 不需要存的 像法国酒那麽酒 那这边是白酒 白酒呢 这边是Chardonnay 这个酒呢 是Fourcrest Vineyard 然后它是05年的Chardonnay 然后它是哪里做的呢 它是Russian River Russian River 就是Sonoma的北边 也是我们这里的 对 所以Chardonnay 它这个瓶子 是这个样子 这个Chardonnay 就是Burgundy的白葡萄 只有一种Chardonnay 所以有特别的瓶子 对 Burgundy的瓶子 都是像这样子下来的 有间版的话 大部分都是Bordeaux的 Bordeaux 这是法国开始的Tradition 当然新世界的酒的话 都有一点变化了 然后这一瓶呢 是Vionnet Vionnet Vionnet的话 这个瓶子 是Sonoma County的 但是这个瓶子 比较像Riesling的瓶子 它们现在 因为世界也在变化 这是 大部分它这个瓶子 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的 但是这没什么大 造型会有一点创新 对 Vionnet是一个Rhone 的一个葡萄 在这个Burgundy下面来的一个地方 全世界很多地方可以出葡萄类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Riesling Riesling是德国最有名的酒 比较甜 但是不一定是好像甜的是 好像很腻的那种甜法 然后这个是Spot Laser Spot Laser是比较Dry里面的甜味 Dry里面的甜味 真的要品酒 所以品酒很多很多的学 我们慢慢的学 越喝多了越Enjoy 你就越有兴趣再去学 对 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 就要现场示范 郑嘉宇也要学怎么样品酒 而且我们要开酒给你喝 OK